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错了 说到动物族 怎么少得要国产电视动画片 喜羊羊与灰太狼呢 自2005年推出以后 可谓是火的一态糊涂啊 片中灰太狼的那一句 我一定会回来的 相信大家肯定已经耳熟能详了 不过今天的主角 既不是灰太狼 也不是喜羊羊 而是动不动就被抓住的懒羊羊 虽然因为经常被抓住而露面 有一点点主角的嫌疑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归类为配角 因为从来没有哪位主角 是好吃懒做 不爱运动 除了吃就是睡的 而且隔三差五的 还被反派抓走 也太没有主角的气质了 所以注定是黄金配角啊 抽了 黄金配角之懒羊羊 人气之术五无科兴 没有把女人都说话了 你不知道吗 会被传染的吗 那好吧 我没有人都说了 那就看榜单吧 黄金配角之高飞 米奇妙妙巫是迪士尼公司 专门为学龄前儿童全新制作的三维动画片 片中的主角是大家熟悉的米老鼠和糖老鸭 以及他们的伙伴们 当然还要包括今天要上榜的高飞 高飞是个和蔼的傻大哥 大大咧咧性格非常随和 他是米奇最忠实的伙伴 稍微有一点点笨 办事总是丢三落四 甚至有时候把好事搞砸 但是他这个性格特点 却让米奇可以看到复杂事情的本质 很多次和米奇一起化险为夷 如果没有他 正部动画片将损失不少乐趣啊 漂亮的黄水金花要送给克拉贝尔 黄金配角之高飞 人气之术五科兴 大西莫被你穿越了 怎么了 好吧那我们赶紧变完回去吧 祝我们的王宝宝就到这了 拜拜 我要休息 我终于休息